好棒喔 看到這樣的時候我覺得說 萬一我們哪一天想要吃素的時候 也不用害怕 對啊 看起來很棒 而且我沒肉燙吃 不用怕又健康 而且不怕很好吃 對 我們來嘗試一下好不好 好 嘗嘗看 好 來… 謝謝你 老闆 請問這個是炒什麼 這是燙了以後 黏上我自己做的那個素蠔油 這個醬油 是我自己釀的醬油 顏色很淡 對 因為它沒有加色素 還有就是這個 是早上現採的秀真菇 秀真菇 秀真菇 秀真菇加在芥蘭菜是對味的嗎 對 來 我們先來試試看 來 真的有那個蠔油 又有一點有那個什麼 魚露的味道 其實你加了魚露 不是 沒有 因為素的就是有黃豆的香味 好 用我們的魚露了 好 吃看看 魚露的味道 而且芥蘭菜 有的時候你不會料理的話 它會有比較苦或者澀的味道 苦苦 那你加了剛的素蠔油啊 醬油啊 再加上這個叫做什麼菇 洪喜菇喔 秀真菇 秀真菇 非常的好吃 非常的美味 來 您來試試看家瑋 我來吃吃看 跟我想的不一樣耶 怎樣 因為那個菜看起來很新鮮 本來很脆 我就有預料到 但我剛剛想說 大姐說是自己釀的醬油 然後看起來很淡 我就想說一定味道很淡 沒有 夠了 很香 充滿水分 我覺得很厲害耶 有脆 但是不會說 讓你覺得不容易取出味 很帥 非常健康的芥蘭菜 我們來吃另外一道 妳剛才這個還比較淡 還有沾這個秀真菇 對不對 對 青草而已 不是 這是用麻油 加上我們家自己用紅麴肉明亮的酒 那請問它梗這麼粗 到底要燜多久它才會熟 兩分鐘 兩分鐘 梗 我都要看到它吃的聲音了 我愛吃梗 很像吃水果 麻油很香耶 真的很像豬瓜 真的 很像豬瓜 對 很甜耶 而且真的有一點點像蘆筍 而且蘆筍本身是很嫩的 它越粗它也是嫩的喔 對啊 那你以為這個粗的是硬的 結果它也是嫩的喔 沒有... 它也是咖啡咖啡的 那我們如果把梗加葉子 一起來吃 它又怎樣呢 好命喔 來啊 它吃完也有一種甘甜的口感 對 很不錯 這個才叫做吃芥蘭菜 要有一點點芥蘭苦味 這就是芥蘭的芥蘭菜 來...我們來看它的芥菇 是怎樣 芥蘭菜可以煮芥菇耶 你看 Yeah 妳是蘆筍嗎 妳這是蘆筍嗎 妳看 這裡面 黃色的是南瓜 芥蘭加南瓜 對 然後再加紫色山藥 白色山藥 再加上 什麼一顆一顆那個 那一顆一顆這個 對 這個是百合 蘆筍 我們農場種的 那也有秀珍菇 然後這個秀珍菇 對 所以你看 好養生喔 對 我跟你講 我們現在冬天 暖呼呼的火鍋 還有什麼小火鍋 大家都是吃什麼雙醬牛肉 對啊 什麼白的什麼 對啊 松阪豬對不對 都是這樣 選上好的肉來吃 這一鍋完全沒有肉 瓜再加上我們的芥菜 它就是主角 好 來請客 好棒耶 好棒耶 好多喔 我先試試主角 因為你看它這個 炒的話它很清脆 對 那你不斷的去煮它 它就會顏色變得 你看 就比較 深一點 吞掉一些顏色了 但吞掉顏色的這些營養 都在湯裡面 然後這些被吞掉營養的葉菜 對 還好吃嗎 這是重點 變軟的 對 變軟的 口味沒去 對... 口味沒去 對... 好好吃喔 這個如果吃素我吃下去 這樣子我也可以吃素了 很棒 尤其那個山藥 山藥 擺在這裡面 比那個南瓜還好吃 對... 我本身比較喜歡吃南瓜的 但在這鍋湯裡面 我覺得芥蘭菜跟山藥 還比較更好吃 太厲害了 太感謝妳了 不會 來...看家瑋 我覺得這個湯頭很厲害 你乍喝 你不會以為它是素的 對 你不會以為它是素的 真的 好像有肉... 好像熬了什麼排骨啊 熬了什麼豬肉啊 它是很濃 其實那個喝起來 有點像香港的 真的 像不像 你去茶餐廳 喝那個一盅一盅的包湯 還有喔 在香港 你如果不能包湯 不會包湯的話 你不是個好太太 那我們就只包這一味就可以了 所以這個... 大姐這個菜是不是可以重複 一直煮... 一直煮也不會爛掉對不對 對 那這個其實也可以喔 剛才是很脆很鮮的時候 也是可以吃 也是另外一種風味 那我去問妳喔 我如果清炒對不對 是沒吃完嘛 我明天煮火鍋 就把它丟進去對不對 也可以... 這一鍋火鍋 我覺得沒吃完 我明天再給它 加一點食材 再放進去也可以 當然也可以 因為它是雞尾仔菜 雞尾仔菜 太棒了 雞尾仔只割一枚就好了 你可以雞尾仔菜 對啊 只割一枚就好了 但是重要的是 你不要太懶惰 只割一次煮一大鍋 對 你頂多多一枚 它會很好吃 多五枚 可能那些菜都暖掉 還是以健康為主 對 佳雲開心嗎 超開心的 因為我本身很愛吃芥蘭菜 芥蘭菜其實那個纖維質很高 所以腸胃不好的人 跟我一樣可以多吃 多吃 我們真的好想說 不喜歡吃青菜的小朋友 或舉一口不吃芥蘭菜的小朋友 你一定要試試看 照這個方法 在你家 買個芥蘭菜來煮煮看 真的非常棒 感謝 謝謝 謝謝 謝謝佳雲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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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謝謝